8合併回來 那這個的解答方法 也是我自己想了非常久 終於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那我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裡面的話呢如果要產生的是 1111 然後呢可能2222 列的部分呢 這邊 比如24個 然後呢再 3個 3個3個 那總共1到8就對了 OK 那我們如果不是用人工的 而是要用那個 就是 用函數來解的話 那怎麼做 第一個你可能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叫Raw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參考函數裡面的話 我們會用到一個最近使用過的Raw 或者直接 檢視與參照 那Raw的話呢向下填滿 它會自動抓什麼 抓現在的列號 所以往下 234567往下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 4個 4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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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用到 第一個函數是 用Int Int的話是取整數 那我的習慣上 1 先把它歸零 歸零 為什麼要歸零呢 因為我從歸零之後 才能夠 從什麼呢 從零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會是 0 123 如果我把它 除以4 因為我每4個 要一個單元 除以4好了 除以4 打個勾 OK 那你會發現 它會是 這個要先刮 先刮 先剪掉 再除 也就是說 我是 0除以4 還是0 然後 這邊會都是 0 有沒有 0.25 0.5 如果說我今天 把它用外面包一個Int Int指的是什麼 取整數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 我Int刮弧之後呢 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 小數點部分都不要了 這個時候會出現什麼 0.0.0.0 1.1.1 那我最後怎麼樣 對加1就好了 我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所以你把它加了1之後 那這邊的話呢 向下填滿 往下拉 結果就OK了 那我把它當有簡單的公式 1 一樣先把這個列先歸零 2 看我需要產生 幾個相同的數字 就除以幾次 除以4嘛 再來利用什麼 利用Int 先把它 把它的那個 就是 取整數部分 所以最後是0.0.0 如果說我要從1開始 我要加1 如果我要2開始的話 我就加2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這個規則吧 這個也是我想很久終於想出來的 一個方法 OK 當然如果還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試試看 反正我就要產生 這樣的一個結果 OK 第一個就完成了 第二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1234 1234 那要怎麼1234剛剛好了 當然這邊 一樣喔 我們會需要 第一個 一樣是用什麼 ROR函數 第2個的話呢 一樣把它歸零 減掉 2 把它歸零 再來怎麼樣呢 把公式減下來 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MOD MOD 沒有用過 這個MOD跟那個中華電線那個MOD 是一樣 名稱一樣 可是它作用完全不同 MOD應該是在數字 數學以三角裡面 有一個MOD 這個MOD的話呢 基本上呢 它就是求餘數 除以多少 餘多少的意思 求餘數喔 剩下多少 那我按確定之後 它會問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拿個詞 我把剛剛ROR -2貼上 除以多少呢 除以4 除以4之後呢 我就餘多少 那當然它歸零 0除以4還是0 可是呢 0除以 再來往下的話 ROR就會變成 1嘛 因為我剪掉 前面是歸零 然後剪掉 所以 1除以4 餘1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往下拉 MOD往下拉 你會發現它出來會什麼結果呢 0123 0123 為什麼 因為 余1 余2 余3 整除 余1余2 余3 又整除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變成1234的話 那也很簡單 怎麼樣 在這個後面 加 1 有沒有 加1之後的話呢 本來0123嘛 就跟你講 1234的嘛 打夠 向下填滿 OK 放開 好 這個時候就1234了 所以喔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呢 能夠合併 剛剛的結 資料的話 那當然我可以用 插入函數裡面 用 看最近使用過 index index 那範圍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範圍 然後一樣把它按F4 其實也不用F4 直接鎖列就好了 鎖2 列跟9列 那raw的話呢 基本上當然 你就可以直接指這一個啦 那column的話指這一個 按確定 向下填滿 資料就過來了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 這邊兩個欄位不要的話 你可以把公式 直接 複製這個公式 取消 移到哪裡呢 移到它最惡的地方 把它貼上 貼上一個 那這個K2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公式 一樣在把它 複製 然後呢 再貼到這個K2的位置 貼上 OK 那也就是 INT MOD 打個勾 向下填滿 那這兩欄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刪掉了 把它隱藏好了 把它留下來 按右鍵 把它隱藏一下 OK 好那最後的話呢 看到的結果 就會 自動幫我抓到我要的這個 前面的那個 4欄 就可以很快的又合併回 一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試一下 如果是後面 如果是後面 假如說 index 合併的話 那這個地方 其實概念也差不多 indirect 然後 不過它會有一個問題 是 DEFG 的 第一列 所以 前面應該是 DEFG 後面的話 DEEE 然後一樣 DEFG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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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剛好是顛倒一下 藍放前面 列放後面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說呢 我們這兩個可能要顛倒 先藍 再列 再列 但是呢 這邊的話會是什麼 DEFG 所以 我現在 DEFG 這不行 這可能要自己用 DE FG 然後這邊是 DE 按錯 這邊的話是 1111 然後 2222 那這邊一樣是 DEFG 可是問題喔 DEFG 是 文字 那 你用ROW的話呢 它是數字 有沒有 所以數字怎麼轉 成藍的文字喔 其實呢 可以用那個 之前講過的 有個CHAR CHAR那個函數 CHAR那個函數 其實只有剛剛同學問的那個問題啦 就是 因為像 剛剛VBA裡面那個 J 是數字 你如果直接放在那個位置 它不接受 所以你必須把它轉一下 所以這一題 其實跟剛剛那個 也很類似 這也是在 Excel裡面要 做出來的 結果 怎麼做啦 我想 請各位 這地方如果用indate indirect 怎麼去把它做合併 順便講一下 藍資料不外乎 合併 就是分割 分割合併 那當然方法不外乎就是用函數 要不就是用VBA 那請各位 先 剛剛的 index 部分 先試 試試看 裡面的列部分 我是用int 藍的部分 我是用mod OK 那我的習慣會這樣 反應先歸零 記得喔 那個歸零外面那個 因為它減加2 外面那個刮弧 可能要先加一下 如果你是每四藍 每四個一個變化的話 你就除以4 mod 的話就裡面除以4的余數是多少 最後你的起始值後面 後面都有加1啦 為什麼 因為我都是從1開始 不然它都會從0開始 OK 到底這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產生 其他的 資料 你也可以 把 類似的概念 稍微修改一下 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